香港武打巨星成龍即將開拍 他從英以來首部科幻電影作品 不過戲還沒開進 就傳出台灣演員彭于晏得罪成龍 小豬羅志祥取而代之的換腳風波 不過成龍強調沒這回事 但若是真有彭于晏可以合作 大哥也說 很期待去跟他合作 我不知道這個消息怎麼出來的 我相信就誤全而已 那如果有一天讓你重新選擇 我跟彭于晏你會選擇 我當然彭于晏 不是 真的 我從來沒有參與任何事情 真的 所以真相大白 換掉彭于晏的是導演 對 首次搭檔小豬 與新生代女星歐陽娜娜 雖然是大哥級的成龍 感覺也玩開了 記者會上一個謊神 忘了該感謝的友人 成龍居然當場出招下跪 歐陽娜娜開口各妙 直說從小豬身上學到的 總是些五四三不正經的 也是跟小豬哥學習到很多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因為他們那種玩的那種東西我也幹不懂 他們講的話我也沒聽懂 翻口 開進記者會上不只演員 導演開口也很有梗 就連解釋選角條件的回答 也讓主持人哭笑不得 因為娜娜她也是年齡 在這個十幾歲到二十歲以下的這個年齡段 選擇性非常少 小豬會負責一些有一些喜的東西 所以太可能太帥的那些演員 她們 你們怎麼講話這麼會得罪 先講意思是說 歐陽娜娜是選不到人才選她 然後小豬又是因為沒有那麼帥 所以我才選她 我的媽呀 這是我的夢魘 我們好可憐 找不到你遠遠的找你的 我是因為不夠帥 那你呢 他有出錢 我們三個結合起來 這個笑話 笑鬧歸笑鬧 不過成龍也透露 芯片除了用台灣演員當要角 趨勤除了澳洲 報導台灣也佔了吃重的片段 就請觀眾拭目以待 中央社記者張志彥 紅黃軍 台北報導 哈哈哈哈 好